74. 信報財經新聞 蘇黃不當銷售或賠千億 2015年7月4日 EJ 監管機構警告蘇格蘭王家銀行 如果該行就按揭證勸處理手法的訴訟中敗訴 可能需要支付最多130億美元 的賠償 消息在週四公布後 RBS 股價下跌1.7% 負責監管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泰美Freddie Mac 的聯邦房屋融資局 FHFA 代表兩房在2011年提訴 指控RBS等大行在2005至2007年間以虛假文件 誇大者泰者的還款能力 向兩房出售刊揭證券 令其蒙受嚴重虧損 RBS 聲稱當局太遲提出起訴 要求撤銷訴訟 FHFA 在上月24日向法院提交文件時 作出130億美元 的佛金估計 RBS 行政總裁默克 由因Rose McQuinn爭說 該行或於今年於監管機構達成和解協議 而且金額預料會很龐大 EJ Global金融蘇王不當銷售或賠千億 千萬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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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可決心表示